《建民论推墙》 各位朋友大家好 今天是2024年2月21号 是《建民论推墙》的2261期 我们今天的节目跟大家谈什么呢 今天的节目谈我们就是新年过后 突然湖南省委他率先喊出了解放思想大讨论的 要在全国开展这么一场运动 这个湖南省委由他来宣布解放思想 你感觉的有点蹊跷啊 如果你说是中宣部喊出 那代表中央的意思 那为什么是湖南省先来呢 难道是湖南省受到中央的受益了吗 也就是2月18号 中共湖南省委机关报叫《湖南日报》 它突然发布了一个关于在全省开展解放思想大讨论活动的通知 通知里面要求就是围绕着解放思想必须按照习近平指引方向前进 也就是他把这个解放思想认定是习近平指引的方向 那习近平指引是什么方向 我们就有点搞糊涂了 习近平指引的是什么方向呢 习近平指引的明明是凤桥经验 那凤桥经验的推广跟解放思想有什么关系呢 解放思想在中国搞过好多次啊 哪一次解放思想真正思想得到了解放啊 毛泽东当年57年不就是搞解放思想吗 号召你们大明大放百花齐放 中国的那些民国的遗老遗少 那些民国留下来的知识分子 个个是感激涕零啊 向共产党交心啊 动不动去解放思想去百家争民去百花争放啊 争放的结果呢全部去了加编钩吧 绝大部分在57年按照毛泽东当时大明大方的那些知识分子 最终都是被毛泽东引设出动了 那历史上那么多教训放在那 至于邓小平当年搞的这个思想解放 邓小平搞思想解放最主要是否定文革 因为什么文革给邓小平这一批中共元老带来了深重的灾难 尤其什么尤其是政治结论嘛 也就是毛泽东搞的文革几乎把所有当年跟他一起打江山的 类似于像刘少奇邓小平这一批开国元训 毛泽东都给他们安上了大大小小乱七八糟的罪名 这些罪名在文革中是达到顶峰 然后最终就是一大批当年跟毛泽东一起呢 开创中华人民共和国江山的元训元老们一起都下了地狱嘛 很多人是最终没熬过毛泽东 你比方像刘少奇啊彭德怀啊陈毅啊贺龙啊就是这一批老将老帅 跟着毛泽东打江山的开国元训 很多人没熬过毛泽东最终这些人在文革中就死掉了 死掉了嘛他们这一辈子就全部结束了 那么但是邓小平活过来了邓小平活过来以后等到邓小平 他能够执掌中共最高权力的时候 他就知道如果是要确定他的历史领导地位 能够让他获得这个执政的合法性他就一定要否定掉什么 否定掉毛泽东当年给这些中共元老强加在他们头上的各种乱七八糟的这些帽子 要把这些帽子全部摘掉啊那首先否定了文革 他们的帽子不就全部摘掉了吗 因为文革才把这些人打成什么走资派啦 这些人都是什么帝国主义啦资本主义的当权派啦 也就是把文革否定掉就行了 问题是否定文革要不要否定毛泽东 邓小平不敢否定毛泽东啊 邓小平内心里面恨死毛泽东了 但是他不敢否定 因为什么拿掉毛泽东这块招牌 那中国共产党那就不应当再存在了 至少是否定掉毛泽东否定掉文革 那就是否定掉共产党所建立的 他们所谓的社会主义革命全部是失败的 那我们现在就应当走资本主义道路了 而邓小平内心里面不愿意走资本主义道路啊 也就是至少什么要挂住社会主义羊头 但是呢要卖资本主义的狗肉 让一部分人富起来不是让所有人富起来 让自己的儿女先富起来 所以说社会主义的招牌要打的 毛泽东思想的旗帜要飘扬的 共产党是不能否定的 至于文革文革是一定要打倒的 所以说呢当时邓小平的思想解放 是跟他自己在中国搞改革开放是一脉相承的 没有思想解放改革开放的时候推动不起来的 所以说为了推动经济改革 为了推动全国全面的改革开放 那思想解放这一步必须要做 这是指吗 这是指当时在推动改革开放时候 邓小平执政时候全国开展的思想解放的大讨论嘛 那么那个大讨论是以真理标准为起点的 那么真理标准讨论最终就是什么 解除了华国锋的职务 这些都是完全符合邓小平 当时他要什么 他要达到的政治目的 而现在湖南省委喊出的这个解放思想大讨论 你究竟要解放什么思想呢 是现在恢复到中共八十年代开始起的 这个改革开放道路路线吗 那显然习近平不愿意的 在习近平内心里面肯定是要否定着邓小平 否定着以邓小平为首的改革开放路线 这么几十年来改革开放的这个口号 要喊着震天响的 也就是习近平执政这十几年 改革开放他从来呢不敢否定的 他不会讲说我们不搞改革开放了 但是他的实际行动中 几乎把所有改革开放建立的所有成果的 每一条路线方针政策 几乎改革开放给全国人民带来的所有红利 方方面面习近平全部把它砍光了 习近平要走的就是复辟文革的道路走二次文革的老路 习近平现在搞的根本不是改革开放 坚持改革开放路线的全面的跟国际接轨 能够让中国人民过上一条富裕繁荣的道路 习近平根本不是这样想 他希望回到毛泽东那个年代 恨不得现在仍然去搞计划经济 每家的事情票增制度 所有的你个人分配的各种物资 全部按照什么按照计划来 习近平要的是什么 要的是闭关锁国 要的是什么 要的是所有老百姓跟他一起 回到吃素皮吃草根的年代 这是习近平的想法 也就是习近平知道中国人是熬得住的 因为什么吃草我们都可以活两年 所以说你老百姓你就回去吃草吧 所以这显然是习近平的思想 习近平要搞就是群众运动是凤桥经验 他要搞什么思想解放呢 那么既然习近平的想法 他根本不是搞思想解放 湖南省委率先提出这个想法 那湖南省委这个 尤其他这个省委书记沈小明 他率先高喊解放思想 他要达到一个什么目的呢 那么沈小明是不是作为一个省委书记 仅仅是一个普通的中央委员 他有没有资格 他就率先在湖南搞什么思想解放 进而退广到全国呢 他的这个行为有没有得到高层的授权 或者是默认 他究竟要搞的是思想解放 还是帮助习近平去引蛇出洞呢 几乎所有的舆论讨论都认为什么 引蛇出洞的可能性最高 因为什么湖南先打这个旗帜 为什么湖南要打这个旗帜呢 这跟什么 这跟湖南是毛泽东的家乡有关 因为围绕着什么 围绕着毛泽东家乡 就有一大批毛主啊 年年要去纪念毛泽东 而毛主们纪念毛泽东 他们最大的想法就是什么 就是要排斥邓小平排斥嘛 排斥背叛毛泽东路线嘛 所以解放思想这一次呢 在大陆是有特定内涵的 是与邓小平与改革开放联系在一起的 当前中共的这个证据是波轨云厥 湖南大张旗鼓的搞思想解放 它根本就不是真正的要解放 而是呢 湖南呢现在在呼应着一股呢 就是毛主的势力呢 借着湖南呢 他要去发挥毛主的影响 发挥毛泽东的这个左派的路线 因为习近平是很乐意搞二次文革的嘛 那你要搞文革 你要恢复毛泽东路线 必然就要排斥邓小平 那么排斥邓小平 那如何去跟习近平 现在他倡导的凤桥经验又结合上呢 因为习近平搞的凤桥经验 跟解放思想完全是没有那么回事嘛 但是为什么要喊解放思想 喊解放思想就能够把那些所谓思想活跃的人 把你们引出来了嘛 引出来最终的这个目的是什么呢 你看呢 这个各地挂的标语就写得很清楚了 叫做说在解放思想中 我们要统一思想 所以说你看各大官方媒体 包括那些微博微信 在刊登湖南思想解放大讨论 在他的这个评论区呢 全部都是关掉评论的 你关掉评论还怎么去思想解放的 你不是让大家去讨论 主动加入怎么思想解放的吧 那么你这个关闭评论 还怎么去讨论 还怎么去谈论思想解放呢 所以说司马昭之心 世人皆知 根本就不是解放思想 而是什么 而是统一思想 所以共产党早就告诉你 是在解放思想中统一思想 这就是什么 这就是他们的目的 而选择湖南率先来做这个事呢 显然是湖南的省委书记叫沈小明啊 沈小明这个人 现在呢就是往上爬的这个心情已经很急切了 那么他要走的这个路呢 就不是像过去李鸿忠这种什么忠诚不绝对 就是绝对不忠诚 一位的讨好习近平 一位的去吹牛拍马 他阿谀奉神 而是他要另辟蹊径 而另辟近写呢 他是得到高人指点的嘛 因为传说沈小明呢是跟李强呢 因为是老乡 李强不断的提携他 毕竟李强现在是中共政治局常委 是国务院总理 是党中央排位第二号的人 而沈小明呢跟李强呢 正好都是什么 都是浙江人 他们是浙江老乡 沈小明是浙江上语人 他因为跟李强有这种同乡关系 在他一路成长的过程中 李强也不断的提携 所以这一次呢很可能他的这个行为呢 是得到李强或者是什么 甚至是得到习近平呢对他默认的 就你先搞 但我们搞的目的 根本不是在全国要开展什么思想解放 而是引蛇出动 把那些什么 对我党中央不满的妄议中央的人 通过这个方法 把他们把他们送到监狱去 而沈小明就充当了这个吉仙峰 他本来是一个普通的知识分子 只是个医生嘛 沈小明是在温州医学院毕业的一个 叫儿科医生 然后呢又到上海第二医科大学呢 去读了这个儿科专业的博士生 那么这次博士生毕业以后 就不再回浙江了 他就在上海第二医科大学的附属的新华医院 所以很快就在这嘛 在新华医院当上了副院长 最终呢一直当到了院长 当到了第二医科大学的校长 那么当了校长以后就开始进入什么 国家这个行政管理的这个岗位了 到了2006年仅仅43岁的时候 他已经进入了上海政府机构 出任了上海教委主任 那么教委主任这一下子就是行政官员了 到2008年他只有45岁时候 已经担任了上海市的副市长 那么在上海市历练了这么多年 也接下了习近平之江新军里面 很多这些关系呢 跟他打下了很好的政治人脉 到了2017年 那么他最终被选拔到嘛 到海南省担任省长省委书记 二十大进入了中央委员的序列 并且呢在2023年调任到湖南省委书记 也就是他的这个成长过程中 是从一个普通的医生 一步一步呢 从医院的这个儿科主任做到的嘛 医院的副院长院长 然后呢一步步提升上来 最终呢他做到了省委书记 那么现在这个省委书记 他已经六十多岁了 如果是不再进一步上不了副国级 那么还有两年就退休了 而这个省委书记刚刚干啥 他自己不想往上面爬吗 李强要提携他 那要想往上爬 他在六十五岁之前 要能够混到个副国级才有资格 下一次呢在中共二十一大时候 他可以呢跟上一个台阶混个副国级嘛 要想混到副国级这两年 你得有点政绩的 那拿什么政绩呢 我们就在湖南现在搞一个引蛇出洞 一旦呢抓到几条地头蛇 最终把他们打击了消灭了 给习近平报公了 而习近平的这个凤桥经验 又跟解放思想呢把它挂上钩了 也就是打着解放思想的旗号 行使的是凤桥经验 最终引蛇出洞 然后呢同意思想 这不就是给党中杨立功了吗 所以你看看共产党搞的这些 随它什么这些新鲜花名词 但是最终什么 最终根本就不是对群众的思想 能给你有解放 能向真正的民主去靠拢 而最终是加强了专制 选择湖南就是因为湖南是毛泽东的大本营 每年湖南的韶山毛泽东的什么生日啊 忌日啊都会引来大量的毛走呢 在湖南呢 兴风作浪 而他们兴风作浪最主要的呢 就是在毛走在推动整个中国啊 进入二次文革 复辟毛泽东的路线时候 他们率先要打击的 率先打击的是邓小平嘛 因为什么 他们认为邓小平背叛了毛泽东的思想 最终把毛泽东建立的所谓新民主主义革命之后的 社会主义革命的摸索 已经取得了嘛 取得了文革这样的伟大胜利 最终是被你邓小平走资本主义道路 然后你邓小平在中国推行改革开放 建立资本主义制度 毁掉了毛泽东的革命路线 这是呢毛左呢 他根深蒂固的有这种思维 而习近平呢 他对毛左的这种思想呢 一开始是给予一定的默认的 也就是任由毛左的这一派思想呢 不断的做大的但是呢 是不允许你过分大的 因为毛左他在针对打击邓小平的同时 他同时也是对习近平的政权有威胁嘛 当毛左的势力做得非常大的时候 建立到各种组织 而且这些组织是属于官方能够允许的 他们发展到相当的群众基础以后 他风头一掉就对着你习近平了 习近平本来是借着毛左的势力 趁势削弱邓家的势力 因为邓小平所代表的中共的元老的改革开放路线 以及邓小平家族习近平远远是看不上 习近平跟邓小平家族就是西邓两家 有历史渊源的仇恨 习近平从内心里面是完全排斥邓小平打击邓小平的 那么用不着自己打击啊毛左就要打击啊 所以呢借助毛左的力量不断的削弱邓家的势力 本身是习近平非常乐意的看到的党内的两派的相争 然后削弱他自己想削弱的一方 也就是毛氏这一派以及邓氏这一派让他们互相去打互相去扯 既不让毛氏做的过大也削弱了邓家 当习近平自己的这个行为不断的反映出他想复辟文革 想走二次文革道路的时候 那毛左这一派人就非常非常的得势啊 觉得你看习总书记现在要带领我们复辟文革走毛泽东路线啊 而习近平他所谓走文革路线嘛 并不是真正要把中国回到文革 而是要借用文革毛泽东的手段加强自己的统治啊 他是为了获得自己的独裁统治权力 并不是要中国人全部回到文革大批判大运动 然后把所有的红卫兵调动起来 最终把所有身边的人全部打倒 因为现在这批习近平身边的人都是他自己选拔上来 他现在已经具备了绝对想打倒谁就打倒谁的权力 和毛泽东当年文革时候要打倒刘少奇邓小平 发动红卫兵的那个时候的年代 他所有的时代背景已经完全不一样了 所以说习近平不会在中国现在发起什么红卫兵小将 开始把他自己身边的什么蔡奇李强全部打倒 他用不到你们红卫兵小将来 他自己安排个王小洪就可以把自己人全抓起来了 但是呢他需要是借助当年毛泽东的文革路线文革思想 把中国老百姓把它回到禁锢的那个年代 回到吃草的年代让老百姓乖乖地做羔羊 所有的老百姓像文革一样 服服帖帖的服从伟大领袖的指导 这是习近平的目的 所以说习近平在扶持毛左抨击邓小平 推翻邓小平路线方面 他是辅佐毛左的 但是也不能让毛左做的过大 毛左过大了 对习近平肯定是对他的这个执政是有影响的啊 所以你看前几年有一群毛左创建的这个毛泽东博览的网站在2004年就创办了 现在已经20多年了 但是最近呢在网络上宣称 说是网站已经接到有关部门的通知 要求他们近期呢 把这个已经运行了20年的 关于毛泽东博览的这个网站要完全关闭 这说明什么 说明就是习近平不会容忍你毛左势力呢做得过大 因为从十八大以来啊 习近平他自己把1949年到他自己建政之前 所谓前30年后30年互不否定这个理论呢 他把它宣讲起来了 也就是他不否定呢 就是中共建政到毛泽东死亡 前面他执政的这个文革30年呢 他认为呢是正确的 当时的领导人执行这样的这个路线 执行这样的建国方程呢 是有他的正确性的 不能因为文革就完全否定 而后30年呢就是邓小平开启的改革开放的30年 给中国带来了繁荣富裕 显然这30年呢我们是肯定的 而我们肯定这30年时候 我们不能用后30年去否定前30年 这是呢习近平自十八大接任以后呢 他划定的两个30年互不否定的这个理论 而他这个所谓互不否定的理论呢 就给毛总们带来相当的不满 因为毛总们认为什么 怎么能不否定呢 你邓小平搞定改革开放路线 你最终就是否定了毛泽东的文革 否定了这个江青四人帮嘛 所以毛总们是要求什么 要给江青四人帮平反 要重新平定花国锋的历史攻击 而对这条习近平显然是不能答应的 因为习近平已经篡改了历史嘛 因为对于改革开放创建深圳特区的功劳的问题 在习近平接任之前 中共大小媒体的宣传都说是什么 是邓小平的贡献 邓小平是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 是他在南海画了一个圈 然后就把这个深圳一个小渔港 建成了一个现代化的大都市 开启了深圳改革开放这个窗口以后 带动了全国的改革开放 所以这三十多年来中国翻天覆地的变化 是邓小平这个总设计师开启深圳经济建设的窗口 然后最终给中国带来的繁荣富裕嘛 所以过去呢在习近平接任之前 中国大小官媒都是这么宣传的 但是等到习近平接任以后 习近平就告诉你们 这个功劳不是邓小平的 你看他有一幅画 当时建立这个深圳特区的时候 是我爹是广东省委书记习中逊 是他在南海画了一个圈 是他打开了深圳这个窗口啊 当时中央的领导人邓小平、叶剑英、古墨 这些高级领导人坐在沙发上面听 习中逊介绍如何开展深圳窗口的实验 如何把深圳打造成改革开放的窗口 带动全国的经济发展 改革开放的这个春风 是我爹习中逊打开深圳这个窗口 从国外引进的 所以历史功劳是我爹的 因此习近平他的宣传呢 都是把所有改革开放的这个功劳呢 算到他颠算到习中逊头上 那么毛主我们是不服气的 因为历史真正的这个事实 改革开放这个窗口的落实 当时深圳能够纳入中国改革开放 准备把它当作窗口来做实验 把深圳开启为改革开放第一块实验点 实际上是有多方面的功劳 不否认邓小平有功劳 也不否认习东郡有功劳 但是当时开启这种想法 尤其是对深圳把它作为实验点 是由国务院当时主管经济的副总理 古墓率先向当时时任中国最高领导人 党政军一把手就是党的主席 军委主席国务院总理华国锋汇报的 是古墓汇报以后 华国锋积极支持古墓的这个意见 然后让他跟广东省委认真的研究 拿出一个具体的办法 把深圳特区建设成为改革开放的实验点 这个时候是1978年邓小平刚刚出战 他那时候还没有那么大的话语权呢 但是怎么去把这个所谓改革开放这个窗口 就把这个总司机师所谓的功劳 归到你邓小平头上呢 毛主门是坚决不答应的了 所以说呢 这些毛主门就不断的要求 重新平定华国锋的历史功绩 然后你要给私人帮尤其要给将军平反哇 那么习近平虽然他愿意回归毛泽东的文革路线 但是对毛派势力想做大的想法 习近平也一直是给予什么 给予排挤和边缘化的 因此这么多年来你可以看到 很多那个在中国打到毛主的这种想法的 推行所谓马克思主义 什么正宗的毛泽东思想 马克思主义的研究学会啦 这些什么民间组织啦 都是一律要遭到取缔和打击的 2018年南京大学就有一批大学生 向校方申请注册了马克思主义阅读研究会 最终这个研究会是遭到取缔 唯一手的几个学生都受到公安局的对他们的进行司法处理的 北京大学呢 有一个马克思主义学会也是被校方取缔 中国人民大学有一个星光平民发展协会 被勒令呢立即解散和全部改组 所以说呢习近平就不允许高校以及各个研究机构 成立所谓什么毛泽东思想啦 麻烈主义啦 打的这些旗号呢 来反对他习近平的 但是习近平呢有很多做法呢 都是要回归毛泽东的路线 要按照文革当时的很多做法 类似于我讲凤桥经验这种 是习近平愿意推广的 那既然你推广 有很多毛主就会推波助澜啊 只不过呢 习近平一直是不能满足毛主的政治要求 因此呢 这些毛主就把毛主呢 就是对准邓小平嘛 因为他知道习近平内心里面也不喜欢邓小平 也是要排斥邓小平的改革开放路线的嘛 那么那个毛主呢 就利用了习近平的默认 利用他们自己呢 本身对邓小平的这个仇恨 因为他们认为什么 毛泽东的思想路线是给邓小平改掉的嘛 因此呢这个毛主就出台了一个十大邓小平的罪状 全面批判邓小平的政治经济路线的文件 列数了邓小平的十大罪状呢 然后就糟糕天下告诉您呢 邓小平是中国的罪人 这十大罪状呢到今天呢 都在很多毛主的网站上挂着 那么他给邓小平隶属的罪状 完全是什么 完全是占的非常腐朽的 是完全是倒退的文革时候的思维 这些人的这个思想都是肮脏腐烂不堪的 邓小平虽然他有太大太多的恶极 尤其是八九六四镇压学生呢 邓小平作为一个柜子手 可以讲他是要永远进历史垃圾堆的 但是对毛主给他是罗列的各种罪行呢 跟邓小平自己实际犯的罪行 完全是风马流不相及的 你看看他们给邓小平罗列的十大罪状 这哪十大罪状 我就简单的把十大罪状呢跟大家罗列一下 第一说邓小平是窃国大道是乱屎奸雄 因为邓小平他家里面的人 各个是高官厚禄 家里面每一个儿女呢都是中国的首富 而毛泽东呢变成了毛泽东的子女 连他的稿费邓小平都不给领 也就是你邓小平太过分了 主席当年发行的那么多毛泽东选迹 有那么多的稿费 为什么主席的儿女就不能领呢 而你的儿女各个是什么 各个是全国首富呢 所以第一点呢他们认为你邓小平的子女和毛泽东的子女 获得不同的待遇 这首先就是你邓小平你是乱世奸雄 这是对邓小平一手的第一大罪状 第二大罪状认为邓小平是中国修正主义的总头目 是死不该回的走字派 是马列主义的大叛徒 原因就是邓小平他在中国恢复了资本主义 在中国搞这个所谓社会主义初期阶段 实际上走的就是资本主义道路 在中国大量的发展什么发展私营经济 产生了大量的资本家 这样中国不就是回到了剥削阶级的年代吗 广大工人农民不是受你攀剥 最终我们都是变成底层 然后受到剥削阶级对我们的阶级压迫嘛 所以呢这个呢是给邓小平隶属的第二条罪状 第三条罪状是邓小平是近代史上最大的卖国贼 为什么说他卖国贼呢 就是他交的朋友都不是什么阿尔巴利亚啦 什么朝鲜啦 以及那些这个共产主义传统的小兄弟 他交的朋友全是帝国主义啊 什么美国啦日本啦欧洲啦 所以你最终就是出卖了阶级感情 然后交的都是帝国主义的朋友 第四个说邓小平是不读书不看报的大军法大党法 是披着羊披着才狼 最主要就是说他是背叛了国际共产主义嘛 国际共产主义按照毛泽东三个世界理论划分 本来是要团结亚非啦那些穷国小国的 但是邓小平说不出头 不当老大 不团结这些人 我们自己韬光养晦 那你最终不是背叛了毛主席的国际主义路线嘛 第五条就是邓小平以共产党的名义 在中国强制复辟了资本主义制度 他搞的什么万元户啦 包产盗户啦 什么城市的手工业啊 个体户啦 这些都是资本主义复辟啊 也就是由于中国有资本主义复辟 有很多个体户个体工商户 以及私人财产在中国不断的这个爆发 最终就变成了私人经济私人产业 他们在中国已经形成了新的资本家 对普通劳动人民进行压迫嘛 第六条他说把中国推向了新兴的殖民地 理由就是嘛 中国开放了市场 全世界这些所有发达国家都到中国来 把中国当做世界工厂 到中国来收割中国人民的韭菜 也就是中国人民再一次嘛 受到帝国主义的压迫 被帝国主义来割我们的韭菜嘛 第七个就说是邓小平是死不该回的走资派 是中国近代史上面 类似于像蒋介石这样的人物 因为蒋介石当年是以美国为靠山的 实行资本主义制度的殖民地 而邓小平走的路线跟蒋介石一样 也就是呢 投靠美国在美帝国主义他的这个余衣下生活 最终就是什么 仰望美帝 受到美帝国主义的指使 最终把中国变成美帝国主义的附庸嘛 这是呢对邓小平呢 说他是他的外交路线的错误 第八个说邓小平你别看他表面上耿直 实际上内心是阴险独辣的大阴谋家大野心家 因为呢对如何策划把死人帮抓起来 邓小平实际上他是总后台 是他跟叶建英等人经过密谋以后 叶建英在前台担任总指挥李先生负责串联 然后叶建英李先年裹挟了华国锋 华国锋是背叛了毛泽东的路线 最终呢把毛泽东的夫人将亲和所谓死人帮抓起来了 所以这就是邓小平作为总后台 他策划的是把毛泽东的家人送入地狱嘛 第九条是给邓小平罗列的 说是在提出出击社会主义阶段不资本主义的课 这一种说法不仅在理论上是荒谬的 在政治上是反动的 因为那么他认为中国在经过毛泽东领导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 战斗洗礼之后 现在再提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和民主革命要去补克 不仅是落后的而且是反动的 也就是理论上就是错误了 第十个认为邓小平是资产阶级法西斯专门的总头目 为什么说他总头目呢 是当时他清算江青时候 邓小平要求一定要把江青判死刑一定要杀掉 而他杀掉主席的夫人他就是最大的背叛毛主席 所以说毛左是要清算邓小平他的这个罪行的 但是对邓小平清算十大罪恶的这些文章呢 在很多毛左网站上面一直呢是有的挂在上面的 习近平并没有马上就把他消除 而本月十九号恰逢呢邓小平呢他去世二十七周年 那么这个纪念人呢官方是根本就是低调纪念提都不提 但是毛左网站包括红色中国就专门发了什么 发了一些署名的文章 这些署名文章实际上是以嘲讽的口气 然后把邓小平称为什么是改革开放的 总设计是伟大的叫洛克斯主义 他不讲他是马克思主义是洛克斯主义 是个无产阶级革命家里面最终称邓小平呢 要用罗大由1989年的诸辱之歌呢作为主题曲 也就是笑话邓小平矮了 那么你想想看毛左他这种行为 他这种想法能符合习近平的想法吗 肯定不符合啊习近平是借用毛左去羞辱和打击邓家 打击邓小平这一排的势力 但是绝对不会纵容你毛左 你们利用什么纪念毛泽东 搞什么马克思主义勾起共产主义运动 最终你们发展创大 然后你们去什么 你们去威胁上习近平的政权 因为表面上你们是打击邓小平 但实际上呢 会把政治攻击的矛头最终对准习近平呢 最终会影响习近平的执政地位呢 习近平很清楚啊 所以说习近平他是以毛左来削弱邓小平 但同时他高喊着要搞改革开放 他实际的是要走文革运动 是要恢复凤桥经验 所谓解放思想都是引射出动 他一边是削弱打击邓家 削弱邓小平这一派的所谓改革开放的势力 同时也不断的去解散毛左打击毛左 绝不让毛左做大 习近平要恢复的是他自己秉持毛泽东理论的 原教旨的毛泽东的文革路线 但是呢不要把现在的老百姓带回文革 红卫兵这种打砸抢 然后对社会造成混乱的那个年代 习近平要做到控制 他所谓的控制就是所有的方面 都在他习近平的掌控中 他不需要你们红卫兵起来造反 把他身边的这些高级领导人打倒 他自己有打倒这些人的能力 想把他利用他身边的领导人 反而把各种毛左势力 邓家势力全部给你们扫荡掉 目的就是什么维护他的政权 所以你无论他现在唱着什么好听的调子 改革开放也好思想解放也好 一切都归于习近平要加强自己权力的巩固 好 今天的节目我就跟大家说到这里 谢谢大家